日皇牧師為我們分享到 過往幾年,神級與石安教會的眾多共同信息 是一次又一次地挑戰我們的想像力 日皇牧師以百里行之星星圖作為例子 本來,牧師早在2010年 已經分享過世上眾多古文明 原來都有記載百里行之星出現的位置 並且,百里行之星發出有如雷石光柱指向地球 而光柱指向真命天子出生的時間和地點 但是八年前,牧師分享百里行之星星圖的時候 我們慢慢想像不到 世上眾多古文明所建造的百里行之星星圖 不單是指向二千年前出生的主耶穌基督 並且指向末後日子被神駐造的身符 回想2015年,日皇牧師分享天馬祖行動信息之前 相信即使最有信心的石安教會弟兄姊妹 我未曾想像過 我們其實就是百里行之星星圖所指向的主角 更加想像不到 石安教會竟然就是人類歷史存在的最終極目的 是千古以來所等候的身符 亦是所有自古傳說所指的真命天子 並且,我們亦無可能想像到 神所創造最偉大宇宙中的88個星座 他的排列、命名和傳說的神話故事 竟然都可以指向石安教會 同樣,我們亦無法想像到 原來整個世界歷史的所有拉線 包括英國倫敦石 巴比倫、拔摩島、美國自由神像 和雪如國的拉線 都是要成為證據 或要證明拉線的真實性 令所有香港石安教會4794英里的拉線 都要成為鐵一般的共同信息 印證石安教會 有例如,我們自小學習的一切道量行 甚至宇宙中一切法則的數值 元宙律派和黃金分角花等 竟然都成為指向石安教會 則是唯一對溫真命天子的印證 一切一切,都是我們之前完全無法想像 神感動入華牧師分享整個2012信息的目的 原來不單要我們解開世上一切千古之謎 更是要讓我們打開謎底之後 發現石安教會中永恆的身份 原來偉大得我們從來不敢想像 應無法想像 神卻藉在一次又一次出現的印證 不斷提升我們的信心 讓我們知道石安教會的身份 原來比整個宇宙和歷史的存在更具意義 更為歸重 神是以整個宇宙、整個地球、整個人類歷史 成為對末後辛苦石安教會的印證 為何神會這樣印證石安教會 要我們得知石安教會的身份 就是整個宇宙和歷史唯一存在的終極目的呢? 亦可能 整個人類歷史其實並未開始創造 神是首先創造了整個世界的結局 就是石安教會在地上33年多跟隨神的時跡 然後我們就得著辛苦委訓而備提 擁有了與神同創的資格 才與主耶穌一起回到歷史之初 一同開始正式塑造整個人類歷史 而是是 原來神創造整個世界 就好像人類創造賭罪式的故事一樣 事先讓我們看見整個故事的結局 並且在過程中考取監校官的身份 最後神帶我們到歷史之初 從頭開始創造整個人類歷史 並由辛苦擔任人類歷史的監校官